好来看到自从吉安乡公所推动路灯任养活动之后呢 就陆续获得各界的支持 那么在15号上午 这一度有爱心企业跟善心人士踊跃的来参加 那么总共捐赠了200多盏的路灯 期盼能够照亮吉安乡 吉安乡境内的路灯约有12000多盏 每年光是电费支出就要花费将近1900万元 庞大的开销也成为乡公所一大财政负担 自从乡公所推动路灯任养活动后 就陆续获得各界的支持响应 而在15号上午 再度有爱心企业及三星人士踊跃参与 总共捐赠了200多盏路灯 在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在油箱厂的带领下 我们吉安乡所有的建设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那我们的乡民也都非常的有感 那基于一个社会责任的一个力挺之下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然后跟一些公益的付出 那希望透过路灯的任养 也照顾我们所有的乡民 然后有个平安安全的一个回家的道路 跟路灯可以指引 那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颁证感谢状 肯定他们的热心共益 照亮我们所有吉安平安回家的路 谢谢从车能工延伸到点花日子会 今天也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企业在地的共购 让吉安的路灯 展展的绽放平安跟光明 来创造幸福回家的夜晚 这样的一个温馨 感谢大家一起让吉安更安全 我们相信吉安有爱 大家的乡亲的守护 就能够更健全 再一次邀约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贡献几利 让我们照亮的光明路灯 可以更长远 更扩及到大街小巷 路灯任养的费用 一年为新台币800元 这是特别响应的单位及个人 包含有华联县不动产开发商业统业工会 理事长夏贵勇任养50盏 销氏企业有限公司62盏 爱新企业家宝念华50盏 陈炳阳25盏 何志泽25盏 以及律师简燦贤25盏 总共捐赠了将近240盏路灯 期盼能照亮吉安 提供夜归的用路人 一条安全明亮的用路环境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导